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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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MINGDE 今天是D3時間 D3美孚在7月20日開了新賽季 而本季特色就是致敬D2的無形武器跟寵物 也讓本季的天花板提升不少 另外收集21件無形的藤舊 可以透過31等角色讀連環界後 開5等角色開普通寶庫檔 也不黑的話大概1小時左右就可以解完了 而本季大部分玩家 其手首選是受魔獵人的恐懼冰吞流 只要一隻手就可以玩得摳腳BD 但其實還有其他值得一玩的流派 例如本次強化的五幀櫻娜套 嬰兒誕生的櫻娜水源0BD 本季強化的櫻娜套 讓五幀前期整體速刷大小命的難度下降不少 雖然賽季送的5.7星 傷害其實也不差也很有打擊感 但打法真的很便秘 初期玩起來很不愉快 而且重點堅韌很不夠 打高層很容易猝死 所以我抽到五件櫻娜套都立馬換掉了 雖然櫻娜充成 也還是要很便秘的對元素結 這套BD除了套裝以外 護腕部分我們選擇 金破護腕跟零數護腕 提供我們增減傷的效果 優先選特效高的裝備 一面一個萃取 再來鞋子部位我們選擇除超鞋 毫無懸念就是穿上 基本上一開始有這幾樣傳奇效果 已經有足夠的增傷 再來肩膀部位 米菲薄的獨白 提供我們優秀的減傷 在後期巔峰高的情況下 護肩跟護腕可改成奧級的套裝 犧牲部分兼任來提高極限輸出 飾品部分 速刷成 帶阿扭加克己自製對戒 萃取滑戒 如果一開始還沒有 也可以選擇 喬丹、團結、黃道等 中程改旅人套加元素 滑戒 武器選擇很多元 無形武器 引箭 回盪狂怒 水晶之犬 神龍拳 在這套BD中 無形武器 優先選擇 霸毒克的割喉爪 無論技能繼承到什麼 拉哩拉喳的 100%的增傷效果 還是遠大於技能本身 萃取、焚爐、美斧、翔龍 裝備屬性方面 以CDR、雙暴、圓靈傷、冰傷 攻速為主 傳奇寶石 首選護衛 求者、傷疾 傷疾在速刷層 可改成猛者、龍火野獸 技能方面 百略拳 我們選擇聚進擊 聚快後打拳 來提高輸出 並觸發對戒效果 天地圓靈 速刷成選水圓靈 簡單無腦 衝成改火圓靈 對元素界打爆發 聚風轉 選極風陣 提供我們更遠的拉怪 跟圓靈增傷範圍 並且觸發對戒效果 順影打 選迅光衝能提高傷害 或者可以選無印術 來提高閃避率 另外兩個技能 你可以選擇靈光物 必營殺 提供50%的減傷效果 明鏡止水 升天奧義 在圍擊跟跳怪隊的時候 能無敵4秒 這兩個你也可以換成 真炎 八象陣 炫目神光 被動方面 個人推薦優先選擇 一打之光 鬥主機仙 其他選配 無親猛襲 天人合一 守護之道 鬥志堅強 冰死覺悟 而整體打法很簡單 開場明光物以後 就聚風轉 打拳 把水源靈湊滿 就可以開始用水源靈放水了 一路就是 磚 打拳 放水 明光物 殺菁英 如果遇到危機 再丟個明鏡止水 整體打起來滿舒適的 稍微一點操作感 可以避免你睡著 裝備也可以調整成 伊納加千鋸的5加3配置 藉由透過千鋸 四件套 來達成無限飛的效果 扣除伊納綁定的武器 腰帶頭部 千鋸綁定肩膀 所以剩下的手部 上衣 褲子 鞋子 就可以看你自己的搭配了 護腕部分改靈素護腕 萃取改眉斧或引鍵 以及除燒鞋 傳奇錶石可以將長起 代稱屯寶膜或勾玉 裝備屬性 技能跟被動 都改以減耗 毀經濟為主 非常適合打小命 高速Solo懸賞 解裂人頭戰勳 除了沒黃金腰帶 要小心猝死以外 操作也夠扣腳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做個月 小羽 小羽 那些是 的 很難